今天,勇士队在客场挑战爵士队,他们虽然曾被爵士队的三分球攻址压制,一度落后16分, 但凭借着凯文·杜兰特和斯蒂芬库里的出色表现以及乔纳斯·杰雷布科的整决杀布兰,勇士队最终以124比123写生爵士队,在这场比赛中, 我们不仅看到两队精彩激烈的较量,也看到了勇士队非常出色的球队氛围,勇士氛围为何这样好,看他们怎么对待杰雷布科就知道了, 作为勇士队今年夏天的行人之一,乔纳斯·杰雷布科在季前赛的表现并不算出色,他防守端脚步移动比较慢,进攻端的表现也不尽人意, 如果放在其他球队,他常规才可能就只能在垃圾时间出场了,勇士队主帅史蒂夫科而选择信任杰雷布科, 而他在面对救主角是对大放异彩,杰雷布科辞意打了24分钟左右,五投四中,三分球三中二砍下十分六篮板一助攻和一场断, 并在莫杰凯文杜兰特中头部中后完成0.3秒的准确杀骨篮,帮助勇士队实现16分逆转。 在勇士队与雷霆阴队的接木战中,乔纳斯·杰雷布科只打了六分钟左右,没有得分,只拿到三个篮板和一次失误。 即便杰雷布科上场表现不佳,主帅史蒂夫科尔仍用忍不疑,此一给他足够的上场时间和表现机会, 要知道球员在面对救主时,基本都会变成一股气想要证明自己,何况杰雷布科今年夏天是被决士队裁掉的。 科尔拉,解这点,他不仅给杰雷布科充足到上场时间,还让他出现在决胜时刻,这才造就了最后的准确杀表演。 在乔纳斯·杰雷布科完成准确杀波兰时,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勇士队球员,纷纷围在他身边,为他欢呼庆祝,仿佛是赢得了总冠军一样。 这一点让杰雷布科印象深刻,在赛后,面带笑容的杰雷布科,接受了媒体采访,他表示队友们一直在帮助他照顾他,这一球能帮助他更好融入球队。 有这样的时刻很棒,虽然安德烈伊哥达拉死一缺症,但他却致我上身与杰雷布科一起庆祝,让后者很动容,安德烈伊哥达拉好像是从更衣室还是哪里来的? 我的队友很棒,他们知道这个时刻对我来说很重要,他们都来支持我。 乔纳斯·杰雷布科表示,对于杰雷布科的表现,主帅史蒂夫科尔称赞留家,他表示这是杰雷布科成为他们一分子的时刻。 这次准绝杀已经让他在球队中,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。 值得一提的是,勇士队除了在场下为乔纳斯·杰雷布科的准绝杀庆祝外,水花兄弟斯蒂夫·库里和克莱·唐普森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他们决士队当初不想要你。 乔纳斯·杰雷布科的动态,以此力挺杰雷布科,勇士队的球队氛围一向很出色,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但这样一位看似无足轻重的角色球员都能得到这些待遇,这支球队的氛围能差吗?